咖啡它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对的 其实又是我们俗说的这个老年痴呆 我一喝上咖啡 心就突突突突的 每个人的这个交感神经 自己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五个小时之前就不要喝咖啡了 这个咖啡啊 你要随便朋友去 尤其日性啊 你可不要随便点 马铁这个名字是不是 男同志点的要多呀 一听那个名字 好重好重啊 趁着没上课 我去打杯热水去 燕子 你打热水干啥呀 我今天要没有精神 我把带袋咖啡 把它放在这里头 用开水给它沏开一套 拿给喝了 省得上课没精神 你回来 回来 燕子 你别喝了 老年人不能喝咖啡 那晚上喝完以后吧 容易造成骨子疏松 钙流失 是啊 我听说喝咖啡会导致牙齿变黄 刷都刷完下去 你那么美 还喝咖啡快别喝了 谁说的呀 我可喜欢喝咖啡了 燕子 我每次喝咖啡吧 心都秃秃 你要是喝上咖啡 那还睡不睡觉呢 就是 你看 像你们这一说 我都有点不敢喝了 你们说的对不对呀 哎呀 是谁摸了神灯啊 我来了 我刚才在门口听半天了 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合适 听你们聊的这个热闹啊 干嘛就不让人家喝咖啡了呀 咖啡可真的是一个在国际上都比较流行的饮料了 他跟我们中国的茶呀 包括西方的可可呀都一样 是三大特别流行的饮料之一 但是呢由于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 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根深蒂固的也比较晚 那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中老年人 到底适不适合喝咖啡呢 喝咖啡又会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 又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接下来就用一些时间来一起讨论一下好吗 让我们有请出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老师刘天一 有请 刘老师你好 刘老师好 同学们好 刘老师好 您也听了半天了 其实咖啡提神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咖啡最初是来源于这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西南部的高原地区 说法有很多有人说是这个羊啊 误食了咖啡的果实 吃完之后倍儿惊认被发现了 还有人说是因为野火烧了一片咖啡林 哎呦这香味泛滥的哈 周围的人闻到了也就这么流传开来了 但是我们且不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提神这个事是肯定的 但是关于大家说的有什么样的功效 比如说我听说过一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说经常的合理的饮用咖啡 形成习惯之后 它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哎呦这个事我觉得应该要说一说 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 对的这个班主任老师说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其实又是我们俗说的这个老年痴呆 为什么咖啡 我们饮用咖啡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呢 这就不得不说咖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物质 它叫做咖啡因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听过咖啡因这种物质 它是一种植物黄脂 那么这种咖啡因 跟刚才老师提到过的这个茶中的茶碱 还有可可内的这个可可因 它是一样的 那么作用呢我们来说一下 咖啡因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 尤其咖啡因呢还有一些这样的 咖啡有一些苦味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个苦味也可以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 让我们这样的话 经过这样的这样不停的刺激之后呢 可以预防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年痴呆 所以说说咖啡可以预防这个二次海默症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的 但是都说咖啡可以预防 你看人家就是西方人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喝 已经形成了一种像生理习惯 或者饮食需求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那你看我们中国人假如说 你像飞扬同学 他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咖啡 然后他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接触咖啡 我一喝上咖啡心就突突突突突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那么我来给饭用同学讲一下 这个喝咖啡引起心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呢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给大家来解释 这个心剂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交感神经 就是说自己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对于如果过量饮用咖啡 它确实会引起这个心剂这个症状 为什么这么说 同样还要说到咖啡因了 咖啡因除了个刚才说过的 可以刺激这个我们这个中枢神经 刺激大脑皮层之外呢 它还可以引起我们这样的一个血管流动 可以对我们的心脏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作用 那么过量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因 除了对我们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有一个依赖之外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上瘾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作用之后呢 会对我们这个身体造成一些焦虑心悸等等 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喝咖啡好处有没有呢 绝对是有 但是要健康饮用用正确的方式 适量饮用 才会带来好处而避开坏处 首先要适量 还有就是我听说就是早上空腹不要喝咖啡 就是这种说法对吗 是这样的 空腹不要喝咖啡 为什么呢 咖啡可以促进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分泌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们胃酸没有吃食物 那胃酸它去消化什么 你喝咖啡之后促进胃酸分泌 那时间长了 消化到会引起胃溃疡 反流性食道炎 那么肯定你的胃病就要加重咯 你会发现我们开课了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有关于生活上的内容 好的事情样样都有 但是只要你用对了方式 它就是好的 你要是用错了方式 它不但不会得到好的那一面 反而会破坏了一些好的存在 那就是正确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它能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之外 能对这个老年痴呆症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之外 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咖啡可以减少我们患胆结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 它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 那么胆汁分泌多了之后呢 可以减少患胆结石的风险 那么咖啡呢 如果适量的饮用 一定前提要强调适量的饮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粗便秘 然后有利尿 有减肥的功效 那么咖啡还要再提到另外一个好处 我要说一下 它可以防中风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防中风呢 咖啡可以就是促进我们体内 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排泄 或者说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速度 那么胆固醇消化的快的话 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动脉中央硬化的 这样的一个产生 那么时间长的话 我们中风的风险就跟着降低了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是 首先它可以预防中风 还可以预防胆结石 但是老叔说到了一个重点 适量饮用 那么这个适量饮用 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量的基础之上 那么说到适量饮用 还是这样的因人而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饮用咖啡的情况下呢 可以说一天一小杯吧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西方的饮用习惯呢 它们一天是一天的三杯左右 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可能对这种咖啡的饮用 可能还不太习惯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说对咖啡 没有一个过敏 或者是没有一个就是说 不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适量饮用一小杯还是可以的 好的 飞扬同学 老师我想问 那你喝咖啡是什么时间喝呢 是早上还是周五还是晚上喝呢 好问题 那提到这个饮用咖啡的时间 不得不说一下 这个咖啡因在我们体内 它的作用的时间 咖啡因呢一般在我们体内 它一般是一个小时之后发挥作用 那么作用的时间是三到四个小时 那么大家想想 总共大约加起来是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你想要五个小时之后睡觉的话 那么五个小时之前就不要喝咖啡了 我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八点钟你要睡觉了 然后那你不想睡 三点以后 你七点钟就把咖啡喝上了 对了 开个玩笑 这是反作用了 所以怎么样一个饮用的量 在什么时间喝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刚才刘婷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由于我们中国人对于咖啡的摄取 没有那么的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历程 那么你在初次接触咖啡的时候 还是以少量为宜 慢慢的一点点的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是最好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咖啡的很多的好处 包括饮用的正确方式 那我们有同学在课前讨论过 说老师喝咖啡 这骨质疏松不能喝呀等等一些问题 那么它的弊端有什么样的问题 是需要我们留心和注意的呢 在这边要肯定一下 刚才大家的说法 这个喝咖啡引起骨质疏松 这个是正确的 确实喝咖啡它会引起我们的骨质疏松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也不建议大家饮用这个咖啡 因为它会加剧我们自己本身病状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第三个呢 像我们说 孕妇肯定不建议饮用 因为它会引起胎儿的畸形 我们还要再多说一下 咖啡的饮用 还是那句话要强调适量 如果过度的话 咖啡因它会上瘾 然后过量还会有一些致癌的风险 还是需要去注意的 不过有的人就往往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看到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 工作的时候 如果是时间比较紧凑 我们会喝一点咖啡 来调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然后他会说 你不要喝咖啡啊 咖啡不好 这样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饮料 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一些物品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和客观的认识去了解它的 比如说老师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过了 咖啡的好处以及弊端 现在可能大家就不会那么强制性的 不让燕子喝咖啡了 对不对 老师啊 老师同学 听老师你和你这边一讲吧 过去我对你喝咖啡有点误区 总快苦了把劲 那有啥用 但听老师对讲 喝咖啡有这么多好处 我以后啊 回家得把这咖啡喝了 回家看我这小脑痴呆了 都有好处 为啥不多喝点咖啡呢 今天晚上回去就要买点多喝了 是不是 那也得适量喝 知道适量就好 刘天一老师在这肯定要有话 要强调给你听了 就是催催同学回去要喝咖啡的话呢 一定要选对时间 然后自己呢先品尝一下 看看是否适应它的这个口感 因为刚才刚说过 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程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要因人而异 那么这个任何的一个食品呢 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两面性 有好处有坏处 一开始喝咖啡有浅到深吧 我们先让咖啡摄取量尽量降低 然后一点点按照自己的适应程度 再添加起来 其实更好的对不对 那在这再一次感谢刘天一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 全方位的咖啡的有关的知识 谢谢 我们大家收获很多 谢谢您 谢谢 休息一下 谢谢 这回大家肯定不能就是完全说 燕子你不许喝 这个不可以 就是呢 这回你们知道了吧 我上课前要喝点咖啡 你们都不叫我喝 知道了 这回学会了 老年人也要可以喝一点咖啡 燕朗 你说的吧有一定道理 因为刚才我们听老师讲了以后呢 喝咖啡呢有这么多的优点 但是有一天你忘了 你今天喝的是素容咖啡 里头含糖量大以后不能喝这个 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说这么多咖啡 那你说我们怎么选 前两天呢我朋友请我去咖啡店喝咖啡 我进了咖啡店一看呢 哈家伙 什么叫什么什么拿铁是拿钢的 还有什么这个摩卡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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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诺什么 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啊 我不知道 因为这些口味没尝过呀 你说我选什么咖啡呀 喝什么呀不懂 我朋友说你随便点一个 结果点完以后呢 哎呀妈呀 这太苦了 没法说呀 说不明白 就是我们到咖啡店 应该选什么样的咖啡呢 这是一个问题哈 因为我们对于这件事 比较陌生的时候 你一般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其实选择咖啡就跟我们中国选茶一样 有这个乌龙茶 有这个铁观音等等等等 大家都比较熟悉 既然我们给大家讲了咖啡的问题 也为大家同时量身定做了 我们如果去咖啡店去点咖啡 应该怎么选自己喜欢的口味 并且怎么样来点咖啡 那么等一会下半节课呢 我们将会带两位同学 一起去咖啡店来认真的 并且更真实的更近距离的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 既然阿萱提出了问题 我们就请阿萱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 好 然后呢燕子同学又对咖啡了解的比较早 我们有请二位作为我们的代表来学习一下 好吗 好 那二位你们先准备一下 我们等会马上就出发好不好 好的 那接下来到了顺云老师 要给大家发放福利的时候了 本环节由儿童要用儿童要倡导品牌 小葵花特别支持 那接下来呢 那顺云老师会在这里给大家发布一个中奖口令 只要您是第一个将中奖口令 完整准确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学员 就有机会获得由小葵花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我们的中奖口令就是咖啡豆 咖啡豆您寄好了吗 赶快发送吧 另外如果您是新观众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呢 您就可以马上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 除了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 如果您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有才艺也可以把它拍摄成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 这样的话呢如果有机会也许您也会成为我们共同录制的一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另外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你发现屏幕上方有摇一摇的字样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摇一摇 更多精美的奖品也会摇进您的钱包 本环节由儿童要用儿童要倡导品牌小葵花特别支持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为了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基础和了解咖啡 我们决定呀带着我们的几位学员去咖啡馆走一趟 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出发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半节课呢开课了继续为大家上课 我们在上半节课跟我们的老师共同为大家了解了一下咖啡对于大家的益处 当然也说了它的弊端 那平时在选择的时候呢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阿萱同学最后抛出来的这个问题 到了咖啡店我们中老年人应该怎么要选择咖啡呢 对吧 对 确实是一个需要了解的话题哈 燕子同学比较有发言权 嗯 这些咖啡我都喝过 可是呢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哦就是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对 也不是特别能够说清楚 对对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师丁德龙老师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您好 这几杯咖啡都是您亲自为我们制作的对不对 是的 嗯 应该是说手拿把掐的了吧 就这样的咖啡制作起来 您从来到现在每天最多会做多少杯咖啡 嗯最多的一次是一天做六百杯 哦六百杯咖啡啊 真的是挺出乎人意料的 哎那今天丁德龙老师为我们制作这五杯咖啡呢 都是各不相同的口味的 那它名字也都不一样 主要是想让二位一次品尝一下 然后说说口感啊还有味道 好了 阿神同学好开心啊 是呀 一下就变得各种热情了 呃 但是不可以全喝完 因为这五杯要全喝掉的话 恐怕你们消耗不了 消受不了 基本上你甭想睡觉了 对 老年人到咖啡店 应该如何点咖啡呢 市面上最常见的咖啡 无非有以下五种 我们已经分别提前做好摆在了桌子上 并且用标签贴好了咖啡的名字 接下来通过燕子和阿萱同学的品尝 我们一起来揭晓这几杯咖啡的口味和名字吧 呃名字先不告诉你们 然后先让二位品尝 好的 你们尝着我们俩看着 当然有任务的 尝完要把口感和味道都竖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揭晓 这个咖啡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我依次从你们先 好啊 不要贪杯哦 好的 只尝一下哦 好来吧 我看这个就是好像没有加入太多的这种 这个做法技巧 嗯 什么感觉 老师这个是苦苦的 啊 一点什么东西好像都没有加 这特别苦 就是比较纯的那种感觉 我们交替进行啊 阿萱你接下来尝你身面的这一杯 哎我尝这一杯 嗯 我发现这杯特别漂亮 有点像叶鸡婷 嗯 尝这个味道 我其实每每次在喝这款咖啡的时候啊 我都在想 用搅拌棒把它搅拌均匀再喝 还是先把上面的奶油吃掉再喝 是先把上面的奶油吃掉 要吃掉再喝 对 我看很多人也会搅拌搅拌搅拌 然后再喝 它是让那个奶油融入咖啡里 就味道会不一样 对口感会提升一个层次 怎么样 口感如何 喝这个有一股巧克力的味道 哦 对上面有巧克力酱对吧 是啊 然后呢口感如何 嗯 口感还是挺好喝的 有点甜味 巧克力的味道 挺好喝 哦 我该尝第二味的 嗯 这个是带奶泡的 哦 还有一颗心 嗯 这个还那么苦吗 哦 不那么苦了 有点那个奶香味 但是也有 也有点点苦苦的 一点点苦味 然后有点奶香味是吧 嗯 接下来是阿萱同学尝的这一杯 我尝这杯 好 你要说出点不一样的哈 啊 这个味道怎么样 哎呀我喝这个啊 就奶香味特别重 有点就像喝这个牛奶那种感觉 那接下来就是燕子尝的最后这一杯 好的 嗯 嗯 哦是 嗯 这杯是甜甜的 啊喝到嘴里软软的 我最喜欢的是这杯 是吧 啊甜度 不那么苦 嗯 嗯 其实看到表面的那层焦糖 就应该是想到是什么了 对吧 好 现在这几杯咖啡呢 我们都已经品尝完了 我们的两位学员朋友 已经依次说出了他们的口感和味道 那么我们到咖啡店应该怎么样选咖啡呢 首先要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和味道 是的 那知道了之后呢 就要知道另外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什么咖啡具备这样的口感和味道 对呀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咖啡的名字种类吧 好不好 我们请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前面就有一个贴好的小字条 我们把它撕开 第一杯咖啡 色泽清淡 味道很苦 没有任何装饰 这杯咖啡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啊 它的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美式是不加奶不要糖 嗯 而成的黑咖啡 嗯 黑咖啡大家挺熟悉的是不是 是的 而且我有一些同事他们都会就是喝黑咖啡 就说它可以减肥 是有这样的作用对吧 好 那黑咖啡呢味道是比较苦的 但是它回口的味道其实很干纯的 是的 而且提神作用是非常好的一种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咖啡叫什么名字 有请老师为大家揭晓一下 第二杯咖啡有漂亮的奶套和拉花 有淡淡的奶香味和一些苦味 这杯咖啡又叫什么呢 叫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啊 我一想喝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去喝咖啡的时候可能多数就要点这个 嗯 卡布奇诺是意大利一个衣衫的名字 就常常称为头巾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因为在咖啡磨成这个咖啡豆之后 然后用奶加上奶泡冲出来的这个颜色 特别像修饰穿的那个衣袍 所以他们就把老年人常喜欢喝的这个饮料 叫做卡布奇诺咖啡 然后你看它的由来就是因为老年人很喜欢喝 所以想必这种浓郁的奶泡淡淡的奶香 然后有一点苦味是很适合中老年人的口感的哈 但是你看这个奶泡哈 为什么年轻人点的多 因为它富有很多浪漫的色彩 比如说它可以做成星形 然后圣诞树还有很多 对还有很多 其实卡布奇诺为什么年轻人点的比较多 因为卡布奇诺诺的寓意是不爱你 哦好浪漫 所以呀 爱个爱心 所以说这个咖啡啊 你要是跟朋友去尤其是异性啊 你可不要随便点 哎呀燕子我说啊咱们老年人呢 以后点咖啡也可以点这个呀 咱们也可以辣漫的 你看我刚说不要随便点 然后啊人头也就说它也要点 哎呀花里花了哈 往下聊了啊 这个我们请 我们不请老师来揭晓 我来试一下哈 第三杯咖啡 是燕子最喜欢的一杯 奶油拉花上淋着一层黄灿灿的焦糖 味道甜蜜口感绵软 这杯又叫什么呢 焦糖马其朵 是我最最最最喜欢喝的 你最喜欢的口味 对因为它甜嘛 嗯我平常就喜欢吃甜食 嗯上面有焦糖 你看我们吃过的什么焦糖布丁啊 就只要是焦糖蛋糕呀 都知道带焦糖的都是会很甜蜜的 是的 我们来看看阿轩同学尝的这一杯 叫什么名字呢 第四杯咖啡 有浓郁的奶香味 表面看起来和刚才揭晓的卡布西诺非常相似 喝起来也都有奶香味道 那么这杯咖啡叫什么名字呢 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们请顺域老师来揭晓一下 拿铁对吧 拿铁这个名字是不是 能不能就点的要多呀 一听那个名字 好重好重啊 刚才咱还讨论呢 就是两位同学尝的这两杯咖啡都是带奶泡的 那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阿轩同学给的答案就是这个奶味特别的浓 对特别浓 嗯我们请老师来揭晓一下 到底它本质的差别在哪里呢 卡布奇诺是同等量的咖啡 还有牛奶 而拿铁是少量的咖啡底液 牛奶占的比例比较大 奶沫非常的薄 哦 所以你如果想品尝这个奶味比较丰富一点的 然后又带这种浪漫色彩 可以拉滑有奶泡的这种质感的 可能两种在表面看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它咖啡的含量和牛奶的比例其实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哈 这一杯带奶泡的是卡布奇诺 这一杯是拿铁 拿铁的奶味和含量是比较高的 对吧 所以有很多初喝咖啡的一些中老年人朋友 你就可以先从拿铁入手 因为它可能在味道上对你的冲击还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我们喝牛奶其实都很适应的 对吧 然后再慢慢转向 比如说卡布奇诺呀 然后再转向的焦糖马其朵都可以 那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杯了 是阿珊同学品尝的 对 再说说这最后一杯咖啡吧 这杯咖啡有高高的奶油 味道很甜 有巧克力味 这杯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摩卡咖啡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成分吧 摩卡咖啡底液是有30毫升的咖啡底液 完了有适量的咖啡酱在里面 咖啡酱和咖啡底液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吗 在味道上 咖啡巧克力酱它是很苦很醇厚 咖啡是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醇厚度比较高 苦味非常重 它俩融合在一起口感很好 就是比较有复合感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好像有人在吃辣的时候会放泰椒 然后还会放泡椒 虽然都是椒 但它辣的层次不一样 吃起来那种辣的感觉还不一样 就比较有复合感 我觉得这个例子好贴地气 摩卡咖啡的名字由来这个我知道一点 就是首先从它的选料要说 也没有摩卡港 然后它那边出港的一种就是 咖啡豆 所以最后呢 就是从原料上来讲 它就被叫做摩卡咖啡 还有一个冲咖啡的糊 叫摩卡糊 对不对 所以它名字是这样的一种由来 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认知和了解 那现在这五种咖啡呢 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 相信大家 无论是在味道和名字上 怎么选都有一定的了解了 对吗 对啊 哎呀 我这次呢 通过老师给你介绍以后呢 我知道这咖啡 还有这么多品种口碑 下一次啊 我带我老伴也来浪漫一下 我领她去到咖啡厅呢 我点一杯卡布奇诺 你看哦 人家学会了是吧 卡布奇诺的浪漫的爱情 是 燕子同学赶快 我呢就是 和女友们在上咖啡厅 每次都给她们点咖啡 我坐着等着 这回呢 我会自豪的主动的去点 各种咖啡会告诉她们 你们希望 你们喜欢喝哪一种啊 我就会给她们点上 然后告诉她们 每一种咖啡的名字 是我在开课了课堂上写的 不好 直接就 你适合喝这个 对 你是喝喝那个 你点那个吧 对 好了 学完了五杯咖啡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美式 卡布奇诺 焦糖马其朵 拿铁 摩卡 市面上最常见的 莫过于这五种咖啡了 一句话总结起来 美式味道很苦 卡布奇诺有漂亮的拉花 焦糖马其朵 口味甜蜜 拿铁含奶量特别高 摩卡很甜 并且带有巧克力的味道 您记住了吗 如果您喜欢哪种口味的咖啡 下次去咖啡店里 就可以直接按照名字点单了 好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看看我们学员们 亲自动手做咖啡吧 那因为我们还有四位同学在等着我们 那我们也请德龙老师来教教二位 怎么样做咖啡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呢我们做好之后 带回去给他们尝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们行动起来吧 好 嗯 我们先来回来回 看着波粉 对 先来回来回 看着波粉 对 对 对 这一段 我们做好 把就你跟着 他正在 自己压一下 很强 对 非常的多 是 一样一聲 又是 就是 就是 弱让他 处理 他 就是 出现 暴力 好 每次 套了 八分 再按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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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都等着急了 是的老师 等着急喝了 我跟你说 咱们的学员都是好学员 是自己家人 人家不但自己学完了 还学了怎么做 给大家亲自制作了咖啡 每人都有份 我们请朋友回来好不好 好 来 有请燕子大学同学 真不错 燕子同学你想给谁 我做了两杯 这一杯给漂亮的雅杰 这一杯我要给费扬 费扬是吧 为什么 我俩好 我就不该问 这个问题就有点挑拨离间 谢谢 阿神同学你想给谁 谢谢 那我只有给老崔和蓉蓉了 好了 谢谢二位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来吧 那刚才我相信大家坐在课堂上 也看到我们学习的内容了 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掌握了 是啊 老师 这回到咖啡会儿 点咖啡自己会点不了 会了 会了 尝尝味道吧 老崔同学 味道怎么样 这杯可喝到西线东西了 这是拿铁还是拿钢的 我忘了 这真不错了 挺浓的 挺好喝 这老崔啊 你真是喝咖啡的老手啊 那一口你就喝出是拿铁了 我是拿铁大哥 还拿不住 我做的这杯真是拿铁 真是拿铁啊 对的 那我猜对了 还行 你没给我说出司马光当来 也算是不错了吗 非洋同学 老师 老师 我这个吧 我喝着吧 一股奶香那个味 又香 甜的挺好的 试口腥还不错 这个叫卡什么 非洋 我告诉你 这是我做的卡布基诺 卡布基诺 知道了 卡什么鸡 鸡什么鸡 对啊 鸡不住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不但了解了 咖啡的一些好的一些方面 以及我们需要去 在选择上面注意的问题 同时还教了大家 怎么样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味道 以及它的风格和名字 到了咖啡店 我们也知道 怎么样去点咖啡了 希望大家可以 在这节课当中 有更多的收获好吗 好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非洋同学的 小桌堂里 还有一些生活小妙招 也跟大家来介绍 我们有请非洋同学 一个咖啡豆 一个这个是咖啡渣 好像感觉 老师 没错 这一个是 在磨之前的咖啡豆 但是已经烘焙过的 是熟咖啡豆了 那另一个呢 非洋手中拿的是咖啡渣 已经是我们使用过的咖啡渣 那么这两个 其实在生活当中 还有另外的妙用 可以供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咖啡渣吧 非洋的 非洋的 这个手上面拿着一个 小空的布袋 我们可以去买到 同时也可以在家缝制 一个这样的小布袋 把咖啡渣 装进我们的小布袋当中 装这里头 没错 就这样装吗 老师 嗯 我们为了避免它这个 四处掉落 然后引起了一些 不卫生的情况下之下呢 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妙用 比如说这个小布袋 可以去除异味 你可以放在你的车里 就会有浓浓的咖啡香 另外如果把它放在冰箱里呢 还可以去除冰箱里面的杂味 还不错吧 真的 老师 那手上拿的这个咖啡豆呢 我们除了可以把它磨成咖啡粉 进行冲调之外 它还可以平时用来咀嚼 可以去除口腔的异味 你想想 这个咖啡本身是特别纯香的 不过咀嚼起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 我帮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 你那个当口香糖啊 也可以叫做 原生态咖啡豆版的口香糖 我来尝尝好吧 好 来 味道是挺纯香的 我在这分的时候 就能感觉得到 这豆丑的就好看 我也尝一个 你也给我一颗 老师 来吧 我们好像在课间分糖上吃 虽然有点苦 不过挺香的 老师啊 有点像那个 胡宝美花那味儿似的 是吧 老师我吃的有点像那个 炒那个黄豆糊了的那种感觉 的确 这口感也特别像 有一点这种糊糊苦苦的味儿 但是当你咀嚼一会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绝对不是什么东西糊了的味儿 因为它在咀嚼之后 回口是有一点酸酸 而且纯香的感觉 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口香的异味儿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妙招还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好 再一次感谢飞杨同学 谢谢 休息一下 谢谢 接下来又到了 顺云老师给大家发放福利的时候了 本环节由儿童要用儿童要倡导品牌 小葵花特别支持 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顺云老师会给大家说出一段中奖口令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把手机拿出来了 因为如果你是第一个将中奖口令 完整准确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学员 就有机会获得由儿童要用儿童要倡导品牌 小葵花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我们的中奖口令就两个字非常简单 叫做咖啡是咖啡哦 赶快发送吧 另外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马上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来 如果你有才艺或者您身边的人有才艺 您都可以把它拍摄成视频 放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和上课 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 如果发现屏幕下方有摇一摇的字样 你也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摇一摇 更多精美的奖品也会摇进您的钱包 本环节由儿童要用儿童要倡导品牌小葵花特别支持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在开课了的进行过程当中呢 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开课了正在举办我眼中的秋天摄影大赛 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测评来了解一下 我们选手发来的照片 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位叫做缘起的观众朋友们呢 他拍摄的这张照片呢 叫做北方的秋天 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 飞扬同学 老师这块好像是江北的那块那个大道 有 这你都能说这么准啊 我去过这个地方 好 看到蓝天白云就想起来 一想到空气有多好啊 嗯 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北方的秋天 光看那个云朵就不一样 也是很美的 它有一种凛冽的质感对不对 因为感觉好像这个风速比较快 对 云彩呢它整个是这个流线型 看着是有质感的 嗯 相信每个人眼中都有不一样的 关于大自然的写照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号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把你眼中的秋天的美食美景 美丽的家园拍成照片 发送给我们 一起参与到我们的 我眼中的秋天摄影大赛当中来 好啦 那说完摄影大赛 接下来又到了树云老师 给大家发放福利的时候了 本环节由大面块6袋 顶7袋的大东三福产品特别支持 大东三福大面块 一年卖出20亿包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发布一段中奖口令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准备好 因为如果您是第一个 将中奖口令 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观众朋友 就有机会获得 由金麦郎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本环节的中奖口令就是 咖啡渣除异味 咖啡渣除异味 好啦 赶快发送过来吧 那另外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可以现在就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来 如果您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或者有才艺 也热爱生活 懂得浪漫 当然 发送完视频之后 也许您就有机会成为 我们今天课堂当中的一员了 另外在节目进行的同时 如果发现屏幕上方有摇一摇的字样 也可以赶快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点击摇一摇 更多经纬的奖品 也会摇进您的钱包 好啦 今天的开课了 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 今天大家的开课了 开不开心啊 开不开心啊 好啦 明天开心的时刻 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